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德吴啊 陈先生 村民们 还是不敢冒险 仨说都说不通 他们不敢 先投入 也不敢借钱 但陈先生 你放心 这个事情一定得做 村民不敢 村干部带头 我算一个 你 可以拿出大鹏的钱吗 你姑姑在生病 妹妹也要少告知 我贷款 我贷款也要把这件事干好 哥 我想跟林教授学中谋 那骨棚里面又闷又臭 你受得了吗 我能在四十多度的大太阳底下 筛沙子 能在半人高的煤矿里边挖煤 一天都治不了几次药 我还怕吃这点苦 你要是三天热劲过去了 不干了咋办 你哥哥啊 是村子里第一个搭鹏重孤的人 这重要性 你明不明白啊 清楚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 我可以写个保证书 不甭 就不甭了 很不安